还有一个同修设想问就是说 就是现在有两种现象 就是有做过义工的所有都会有东东台免费结员的那个红色义工服 现在两种现象比较困扰 就是一个是有的所有不是东东台批准的义工 其他的同修义工服穿 还有一种是本次法会不做义工的 但是也穿以前发的义工服 那么对于法会之间不做义工的 甚至也不是以义工的戒律来严格要求的 可能境界不高会做出一些杀大雅之事 导致其他的心佛有看到 对我们或者是对师傅产生了一些不好的误导性的偏见 请问这样的业障是不是很大 是啊很大的业障 在冒名警惕啊 举个简单例子 你不是警察你穿个警察服装 你再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人家不要骂警察的 对对对 一样道理 你要跟他们讲 以后全部义工要有牌子的 没有牌子的不要穿义工服 对不对 这就分清楚了嘛 好的 你穿着红衣服干嘛 你穿着红衣服你又不是义工 对 然后就很不好 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对呀 人家会误导 当然了 人家会讲义工不好的呀 嗯 好的好的 我们互相转告一下身边的朋友 就是你只要穿了义工服 都要以义工的戒律严格要求 没有没有没有 不可以 要牌子 牌子也要 哦 要有牌子 好的 反正师傅 紫杯开始 我问一下师傅 然后观音堂男同修很少 请问你同修们可否 牌子腿脚不方便 手不动的老伯伯 上下车什么的 找几个老一点的去餐 哦 老女人去餐 不要你不要小女孩 嗯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 词